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您的Costco购物经验 如果你对Costco的产品有兴趣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定期会有新的更新 那我们开箱吧 这款泰式黄咖喱酱包 一盒有五包 强调内容物都是天然的 售价11.99 是很方便的料理包 只要加入鸡肉 跟一些你爱的蔬菜 配上白饭就可当一餐 真是完美 家里市人每次烹调会用一包 也是味跟咖喱结合的南洋味 超喜欢的 辣度对我来讲算小辣 连小孩也可以接受 个人蛮推荐的 方便料理也很下饭 便宜又好吃哦 最近迷上吃印度料理 不知如何点餐时 chicken masala就是我的首选 这款料理包只要微波即可食用 一盒里面分装成两小包 重量共2.25磅 不要看它小小一包 其实分量很足够 第一次烹调时开了两包 结果分量太多 分了两三餐才吃完 建议一次开一包 可供3-4个人使用 满满的鸡肉 真的多到爆 风味上来讲 甜甜辣辣的 加上番茄的微酸 浓郁的口感 很下饭 虽然跟到餐厅吃的整体风味略有差别 但应该是每家的调味都会略有不同 唯一的小缺点是鸡肉会有一点点干 但看在整体风味和它的方便性 CP值算是很高 整体分数可以有8分 芒果椰子咖喱鸡36盎士 之前有吃过 最近有特价9.99一盒 打开包装 里面有分成两小袋 一袋18盎士 适合2-3人食用 因为有加芒果调味 听起来就是要夏天吃 也比较清爽 好下饭 距离上日吃 好像有点久了 印象中是好吃的 合上说明微波3分钟 或是烤箱加热即可 最后当然是选微波加热 方便有快速 看着长直就像芒果的浅黄色 鸡肉量还算不少 两个大人吃都足够 黑黑一粒粒小小的 是螺旺子 应该是香料 并不会有太重的味道 整体来说算清咖喱 芒果跟椰子的味道也不是很明显 对怕椰子的人 这款可以尝试 酱汁除了咖喱味道之外 带有番茄微酸的风味 微偏甜 自己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味道 韩式烧肉酱口味的带骨猪肉排 一般3.49一盒大约67块的排骨 学包装还附一小盒烤肉酱 包装上推荐375度烤90分钟 中间烤到一半时拿出来抹上酱料 烤完后外表金黄色稍微脆脆的 切开内部肉酸嫩的很香很好吃 很韩式的味道应该大家比较能接受 会想要一直回购的商品 唯一麻烦的是要等一个半小时才能达到美味 烤到完美熟度时很好切下就知道成功了 家人都蛮喜欢的 推荐大家 这款小鲤鸡肉质很嫩 一半2.29 一份包装分成两袋 每袋中有两块小鲤鸡肉 标榜All Nature 应该是没有加瘦肉筋的吧 卖场都是冷藏保存的 买回家就先打开分装 然后再分成好几块 放冷冻 要煮时再拿一小块出来 分量算大 炒菜大约只要一小块即可 口感类似梅花肉 适合炒菜 煮油饭炒面等等 这次试着拿来炒笋子 炒下饭的 这款回购很多次了 不知道大家会买这款小鲤鸡吗 Costco自家品牌的冷冻鲑鱼 一包有三磅 每片鲑鱼约6-8盎司 强调养殖时未嫁钢正数 每片都是单独包装 一次一包很方便 家里烹调方式喜欢用意大利橄榄油 煎到七八分熟时再加上奶油 这样挤过前可增加奶油的香味 鲑鱼本身的厚度算中等也很平均 每面煎约3-5分钟就可以完成料理 再加上点柠檬汁就更鲜甜了 但跟一般新鲜鲑鱼片口感上略有一点差别 好像油脂部分少了一点缺了油脂的香味 但整体上来讲还是可以接受 特价时总会多买几包一边不时之需 忙碌职业妇女的受限啊 这是第一次在美国买鱼的罐头 一组有四个罐头是一开罐的很方便 主要为无皮无吃的鲑鱼 在没有污染的海域养殖成分天然 鲑鱼是完全煮熟的泡在加盐的水中 打开就能吃先单吃了一口 味道偏淡不会很咸很可以哦 应该拿起来配稀饭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次先用来加到炒饭中 炒到8分熟时把鲑鱼捞出来放进去炒 自然会炒到变一小块一小块的 觉得这种吃法也不错 小孩都能接受 我想加在沙拉或夹三明治应该也不错 可以回购不知大家有什么吃法的建议呢 这款罗飞鱼片一般4.99 一份包装还真的是好多片可以吃一阵子 买来就要先分装好几袋放到冷冻柜保存 第一次买参考的网络食谱 最后选了蘸地瓜粉来做油炸料理 刚炸起锅吃起来味道还可以 但有点干人会比较有腥味 价格算中等但可能还要灰料理才行 不知道这种鱼是否可以拿来做水煮鱼 这款冷冻罗飞鱼片是已经调味好的 因为不会料理鱼买这款男人调理包最方便 一包三四二棒种约7至9片的鱼排 已经有调味料谋在一面上而且有锅粉 用起炸锅几分钟就可以上桌了 怕有腥味加点柠檬 看调味粉很厚重以为很重咸但是没有 发现比自己煮的好吃 若没有发现更好吃的冷冻鱼类调理包 应该也是会回购德州海鲜类很少选择 这款鸡肉迷你塔扣35盎司装 一份分成两小盒总共有50颗迷你塔扣 主要成分为白鸡肉跟玉米饼 保存上强调所有成分都是天然的 满时距离保存期限还有一个月左右 烹调方式可以微波或是用烤箱 最近习惯食物都放弃炸锅 想尝一下试个三小个看看 看起来似乎有点单调味道就是玉米饼味 炸的蛮酥脆的不太好切有点丑 里面包的鸡肉一点点很像角落的感觉 肉有腌过好墨西哥的味道 对我来说是微辣的有点像是在吃tacobell 没有很喜欢是家人想吃的才购入 都要打分数可能只有五分吧 不知道有人喜欢这款迷你炸锅吗 这款鸡肉丸子只照烧风里口味 一大包有2.87磅看起来就饱了 包装上特别适合没吞加抗生素 没餐炸猪肉 和尚建议买回家可冷藏或冷冻 但打开包装就要7天内吃掉 保存期限则是一个月左右 以四个人来说两大包铁丁要分个六至少包 冷冻起来烹调方式也算简单 可煎可微波还有7家锅料理也是一种方式 今天先用煎加炒切点洋葱增加甜味试试 看这一大包肯定是吃到翻白眼了 很奇怪的是明明写有加凤梨 但我却吃不出来 至于日式朝烧口味好像也没特别感觉 只觉得鲜味掀盖了一切 口味太重了些要配好多白饭才行 可能拿来夹炸面包或三明治会好些哦 这款墨西哥辣椒口味的洋芋片 一包有623克左右 分量算大的 是属于薄片型的薯片 很酥脆不会硬 吃起来口感上不会太辣 咸味中等 自己觉得还算不错吃 蛮刷处的 若是爱尝鲜想吃不同口味的薯片 倒是可以试试看哦 也可以分享一下 今天开箱分享就到此 有任何建议请留言 也请订阅分享及按赞哦 那我们这周围的做法 这周围的发展 我们来说 好好好 有什么 发展 当后